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上次说到 鲁国人挨齐国人的打 居然没找老大晋国出来摆平 晋古人伤自尊了 开始反思了 于是第二年的春天 照样找了个机会去见晋定公 于公于私 他都觉得应该帮越齐一把了 诸公 现在诸侯当中 也就宋国还侍奉我们的 他们的使者来了 我们好好款的还来不及的 可是我们 哎你看 把人都给扣起来了 今后哪个诸侯 还愿意跟我们来往啊 照样为越齐求情 尽管这样做 可能会得罪犯央 晋定公有什么主意啊 就算有主意也不敢拿主意啊 于是回头问范央 这 这也是啊 范元帅 那你看怎么办呢 范央呢 还不同意 这个啊 现在无缘无故的放 那不就等于承认咱们做错了吗 那不是逼着宋国背叛我们 虽然范央不同意 不过 这并不等于他不放越齐回去 而是他不希望把这个人情做给赵央 果然 私下底 范央自己来找越齐了 哎呀 那个什么 老越啊 哎呀 不是我想留您呢 是我们国君担心不能侍奉贵国国君 啊 所以 款待了您三年 这不 您要是想回去 我们也不能拦着 我跟国君据理力争了 只要您让您的儿子月混来替代您 啊 您就可以回去了 按范央说的话 把扣越齐的责任都推在静定宫身上 自己呢 到做老好人 然后还要求越齐派他的儿子来做人质 防止宋国背叛 哎呀 想的可是真周到啊 岳齐呢 岳齐也不知道范央是什么意思 一时也没想明白 怎么突然有这事 于是说 那 那我寻思寻思 范央走了以后 岳齐就把家臣陈寅找来了 把事情告诉了他 陈寅听了 先骂了一句 范央这家伙真不是玩意儿 然后开始分析了 主人啊 这是晋国人迫于国际形势 要来放您了 但是啊 千万别让月混来啊 因为宋国和晋国决裂 那是迟早的事情 您让您的儿子来 那就是害了他 咱们哪 就跟他们熬 看谁熬得过谁 哎 你别说 陈寅比岳齐高明太多了 于是岳齐回聚了范央 说自己现在在晋国过得挺好的 过几天还准备讨个小老婆 就在晋国安家了 范央没脾气了 要欺负没欺负着 现在忽悠也忽悠不住了 心说 世界真变了 宋国人都不好忽悠了 只好无条件释放岳齐了 现在岳齐可以自由回家了 可是啊 人算不如天算 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 岳齐这边走着呢 还没走出晋国呢 就病倒了 而且是那种 一病不起的那种 一病不起 接下来就是一命呜呼了 范阳听说 岳齐死在自己国家里了 哎 他又来事了 不行啊 竖着来 横着回去 那宋国人肯定不干啊 得 不能让岳齐回去了 把尸首给扣了 宋国人想要尸体 那就必须和我们结盟 范央 晋国的中军元帅 你看看他想的是什么主意 这主意跟流氓就没区别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个时候的晋国 那也就是一个流氓国家了 这话拿到现代也对啊 这个世界霸主 超级大国 那其实也就是流氓国家嘛 他还好意思说 别人是流氓国家 当年的夏天 齐国人又痒痒了 再次攻打鲁国 这一回 鲁国还是不向晋国求救 哎 世界上的事情嘛 都是这样的 你不去求 他反而主动想来帮你 范央这个时候 也急了 哎呀 就鲁国这么个朋友了 要是他们也投降了齐国 咱们还玩什么呀 这一下 范央也不想着所惠受惠了 主动提出领军救援鲁国 于是范央 赵央 中行银 三个人领着晋国军队 去救援鲁国 不仅去救援啊 态度也谦虚了很多 见到鲁定公的时候 范央手持羔羊 赵央和中行银 手持大宴 给鲁定公献礼 鲁国人被感动了 或者说是叫受宠若惊了 一辈子就是擦掉一切陪你睡啊 嘿 好 如今你给我倒了一回洗脚水了 晋国来到 于是齐古人很知趣的撤退了 齐军撤退 晋军也撤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晋古人也没有把握战胜齐军了 晋军撤军 路过魏国 想想 魏国现在是跟着齐国混啊 于是就派人去和魏灵宫结盟了 谁去呢 按级别来说 应该轮到中行银 可是这哥们打死也不去 这些年来啊 敲诈魏国人不少东西 怕去了魏国人砍啊 中行银不去 犯央照央更不犯傻了 于是 谁敢去啊 结果 真的又冒出两个想出风头的 谁呢 两个大夫 一个叫涉陀 一个叫成和 听觉行走 文化港幣 听世界 晋国人提出盟事 并且大军就驻扎在魏国 魏灵宫不敢拒绝啊 于是双方就在魏国的专责盟事了 魏灵宫亲自出马 而晋国方面就派来了这两个想出风头的大夫 本来晋国派的大夫级别就低了 可就是这两个大夫也没把魏灵宫放在眼里 成和居然公开就说了 魏国也就是我们两个县这么大 算个什么诸侯啊 到了盟事的时候 魏灵宫直牛耳 射陀看着就不顺眼了 故意用手去推魏灵宫的手 牛血就顺着手一直流到手腕上了 魏灵宫大怒 本来看见晋国只派两个大夫来 他就憋着一肚子火了 如今这两个大夫也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那能不活吗 魏灵宫正要发作 魏国大夫王孙古急忙上前拦住了 然后对两个晋国人说 两位 结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要像我们主公这样才行 你们这样不讲礼法 结盟还有什么意义呢 两个晋国人听了嬉皮笑脸 完全不当回事 魏灵宫脸色一沉 一甩袖子 走了 于是蒙事流产 魏灵宫是越想越急 越想越气啊 越气就偏偏越要想 暗自发誓 一定要和晋国人对着干 可是他知道 魏国的大夫们 都怕晋国 恐怕自己很难说服他们的 怎么办呢 还是王孙古给他出了个主意 回到首都楚丘的时候 魏灵宫干脆不进城 就在城郊结合部住下了 城中的大臣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啊 都屁雕屁雕的跑到城外去见魏灵宫 想问问到底什么原因 魏灵宫就说 各位 这一次和晋国人结盟 丧权入国啊 一上来 魏灵宫就开始忽悠了 然后把晋国人如何羞辱自己 天有加醋的说了一遍 最后是一把鼻涕 一把眼泪的说 我给卫国人丢人了 没脸回来了 所以不敢进城 我 我辞职不干了我 各位 你们另请高明当国君吧 魏灵宫话音一落 下面就炸了锅了 不行啊 这是不怪主公您的 是晋国人太不是东西了 大夫们纷纷为魏灵宫抱不平 对晋国人相当不满 魏灵宫一看 有 有戏 于是打铁趁热 接着说 还有啊 晋国人体条件了 说我们必须派国君的儿子 去晋国做人质 这也就罢了 还有各位大夫们也把儿子送过去当人质 时间都定好了 这个月月底 必须出发呀 这一段不是事先商量好的 那是魏灵宫即兴创作的 不过大夫们听了都没怀疑 逻辑很简单嘛 晋国人既然能把宋国人的尸体都当人质了 那还有什么不要脸的事做不出来的 大家有点无奈 可是还是怕晋国人呢 于是大臣们都说 哎呀 主公都把儿子都牺牲了 那我们的儿子也跟着去咯 没办法咯 效果还行 不过还没有到大家喊出来 不跟他老道的晋国人玩了 这一个地步 所以王孙古又加了一个条件 啊 晋国人还提了个条件 还要我们五百名商人和工匠 王孙古能想到的主意也就是这个了 魏国人被晋国人欺负惯了 逆来顺受惯了 哎到这个程度还不敢跟晋国决裂 那那怎么办呢 那就去呗 魏灵公在那看了 有点傻眼 王孙古也有点傻眼 哎呀 激将法不灵啊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听世界 既谋不成 那事情也就弄假成真了 这些大夫们真的回去组织了五百名商人和工匠 把自己的儿子们也编好了名册 哭哭啼啼的准备送他们上路 没办法 魏灵公也只好假模假样的派一个儿子去晋国 眼看着就到月底了 各家各户都忙着准备送自己的儿子上路 去晋国 那可不是西部旅游度假去的 除了自己的儿子衣物啊 盘缠啊 要准备 还要准备方方面面打点的东西 除了这些 大家还悄悄的叮咛儿子 情况不妙 你就偷偷溜回来啊 别等死 别犯傻 哼 总而言之 这跟把儿子送上刑场已经很接近了 魏灵公让王孙谷召集大家开个会 说是谈谈注意事项什么的 大家到齐了 魏灵公却不肯出来 于是大伙就问啊 主公干嘛去了 为啥不出来啊 王孙谷就出来解释了 主公因为要送儿子去晋国 伤心过度 正在后面哭着呢 不解释也就罢了 他这一解释 触动大家伤心事了 大伙全哭了 嗯 效果很理想 于是王孙谷趁着打铁 引导大家 说 那什么 主公让我问问大家 如果晋国人来攻打我们 我们能不能抵抗啊 到这个时候 群情悲愤已经变成了群情激愤了 当然能啊 就算打我们五次 我们也能抵抗 王孙谷就顺着大家的意思说了 那好啊 那我们傻乎乎的把儿子送过去干什么 我们不理他们 如果他们来打我们 我们实在顶不住了 再把人送过去 也不迟啊 对 我们不跟晋国人玩了 跟他们绝交 大伙终于喊了出来 现在 这是大家一致的呼声 民意的体现啊 于是 魏国人就这样 彻底投向了齐国 在晋国和楚国走向末路的时候 吴越两国在仇恨中迅速崛起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复仇人物 吴子虚和月王勾剑 悄然登场 日暮图穷 卧薪尝胆 他们的故事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传奇 就让我们仔细聆听 吴越春秋